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焦点围绕着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选择迷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哈里斯希望沃尔兹能够赢得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 尤其是在中西部这个关键战场 然而沃尔兹在处理迷尼阿波利斯暴动和抢劫事件上的表现 可能会让保守派和中间选民感到不满 沃尔兹的崛起部分得益于他用怪异和奇怪来形容特朗普和共和党 这样的简单术语让他获得了年轻选民的支持 尽管如此 共和党已经开始反击 给他贴上怪异和激进的标签 最后 沃尔兹是否能凭实力获得提名 还是因为性别因素而受到质疑 这仍然是Eat各自的关注的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选择了 民尼苏达州州长 蒂姆·沃尔兹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尽管副总统候选人很少能决定选举结果 但糟糕的选择可能会对竞选造成损害 沃尔兹的选择对哈里斯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民尼苏达州是民主党必须保住的州之一 而更广泛的中西部地区也是关键战场 特朗普的劲选表现尤其出色 沃尔兹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 拥有蓝领工作经验 是枪支爱好者 曾代表传统的共和党选区 然而沃尔兹在处理2020年 明尼阿波利斯骚乱时的表现 可能会让保守派和中间派选民不满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 而非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西·夏皮罗 这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尤其是在当前中东冲突的背景下 南华早报报道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竞选副总统之前 已经开始将唐纳德·特朗普 和共和党人描绘成奇怪的人 沃尔兹在电视采访中称 共和党人想要拿走书籍 想要进入你的检查室 这一信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沃尔兹在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 首次集会上再次提到 共和党人乖异而恐怖 民主党认为 沃尔兹是传递这一新攻击信息的最佳人选 它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讨论政策和政治 并与互联网的流行文化保持通步 这帮助他在年轻选民中获得了广泛支持 尤其是在TikTok上 沃尔兹的形象被描绘成酷爸爸 然而 共和党人也迅速利用沃尔兹的这些特点攻击他 称他危险的自由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选择了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这引发了互联网的热议和大量的摩音 沃尔兹作为一名白人男性被选中 以平衡首位竞选总统的黑人女性 这引发了关于多样性雇佣的争论 沃尔兹是否能确信自己是凭借实力 而非性别获得提名 这成为了意义各个问题 许多人质疑 他是否因为自己的白人男性身份 而获得了优势 类似的质疑 曾经也针对过卡玛拉·哈里斯 当时他被批评为政治正确的受益者 沃尔兹是否会像哈里斯一样 面临关于其身份的恶意攻击和阴谋论 这种情况对于女性候选人 和有色人种候选人来说并不陌生 他们常常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对待 德国之声报道 距离美国大选还有91天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和他的副手提名人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费城的首场联合竞选活动中 猛烈抨击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沃尔兹在费城一个可容纳1万人的体育馆内 对观众说 唐纳德·特朗普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 他不知道什么是服务 因为他忙于服务自己 沃尔兹利用这次集会介绍自己 讲述了他在内部拉斯加州农场的童年 军事服务和在国会的经历 沃尔兹还对特朗普和他的副手 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指出特朗普在面对COVID危机时 冻结了经济 并且在他任期内暴力犯罪上升 哈里斯则赞扬了沃尔兹的成就 称他是美国应得的副总统 CNN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和蒂姆·沃尔兹 希望让美国重拾喜悦 副总统哈里斯在周二宣布 他的新副手时 为一大群观众注入了活力 这一场景在三周前 还是难以想象的 当时民主党认为 自己注定会在伊远迈总统 面临连任失败的情况下 遭遇灾难性失败 然而在费城的篮球场内 活动家和哈里斯的支持者们 露出了解脱的笑容 惊叹于这次反转 以及再次对抗 唐纳德·特朗普的机会 哈里斯在演讲中说 我们都相信提升人们 而不是打击他们 他还补充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 有很多共同点 而不是分歧 这一信息与特朗普的政治手法 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依赖于利用美国社会的裂缝 来获取政治利益 沃尔兹也强调了这一点 并用一系列关于特朗普 和他的副手万事的幽默笑话 让观众捧腹大笑 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组合 展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对比 几周前 民主党还在担心 拜登小而沉闷的竞选活动 81岁的总统的失误 让人想起 他在亚特兰大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 现在 他们有了一位能吸引大量观众 激励基层 并传递活力和希望的候选人和副手 在费城的集会上 有多名参加者 对这一非凡的转折表示高兴 这场活动 让人想起了2008年 奥巴马的希望与变革集会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哈特菲尔德的卡拉·达莱西奥说 我再高兴不过了 而来自孟买的吉尼·乔治表示 他特别认同哈里斯的南亚裔背景 并赞扬了沃尔兹 对LGBTQ权利的早期捍卫 这种乐观 欢笑和积极的能量 与特朗普集会上的反乌托邦气氛 形成了鲜明对比 Yahoo!US报道 华盛顿州的国会选举战况愈发激烈 共和党现任议员丹纽豪斯 因投票弹劾前总统特朗普 而遭到党内反对 但他仍有望在初选中胜出 面临共和党对手 杰罗德·塞斯勒的挑战 民主党议员玛丽·格鲁森·坎普·佩雷斯 在2022年击败共和党人乔肯特后 将再次与他在第三选区展开角逐 这场选战将绝起 定中意愿的控制权 州参议员埃米利·兰德尔 和德鲁·麦克·尤恩 分别领先于接替退休议员的竞选中 第三选区的格鲁森·坎普·佩雷斯 在第一任期内表现温和 曾多次与共和党人共同投票 他以46.9%的支持率 领先肯特的38.3% 第四选区的纽浩斯 面临塞斯勒的挑战 后者在2022年竞选失败后 支持率有所提升 第五选区的共和党人 麦克·鲍姆·加特纳 和民主党人卡梅拉·康罗伊 领先于其他九位候选人 第六选区的兰德尔和麦克·尤恩 在初选中分别获得33.3%和30.5%的选票 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弗朗茨紧随其后 弗朗茨因竞选策略受到批评 但他表示选举结果尚未确定 美联社报道 亚利桑那州一名共和党活动家 洛林·佩莱格里诺因签署一份虚假文件 声称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赢得亚利桑那州 而成为该州假选举人案件中首位被定罪的人 佩莱格里诺曾是阿瓦突击共和党妇女组织的前主席 他对提交虚假文件的轻罪指控认罪 并被判处无监督的缓刑 他原本面临九项重罪指控 该案件中还有17人被指控 其中包括10名签署证书 称自己是正式选举人的共和党人 他们声称特朗普赢得了亚利桑那州 而实际上乔·拜登以10457票的优势赢得了该州 佩莱格里诺的律师表示 他接受较轻的指控 反映了他希望向前看的愿望 案件中其余被告 包括前特朗普竞选 律师珍娜·埃利斯和前总统幕僚长马克·梅多斯 都否认阴谋、欺诈和伪造的指控 雅虎美国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 在2019年指出 刑法的过度扩展 使得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因某些行为被逮捕 在他的新书《过度法律》的代价中 戈萨奇详细描述了刑法扩展 如何赋予检察官巨大权力 导致陪审团审判几乎完全被认罪协议所取代 书中提到 美国联邦法典中有超过500 零项联邦法定犯罪 而至少有30万项联邦机构法规带有刑事制裁 由于同一行为可以被解释为 多项州或联邦法律的违反 检察官可以通过威胁多项指控 来迫使被告认罪 比如前总统特朗普认为 他因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 而被判34项重罪 就是这种情况的例证 戈萨奇指出 约97%的联邦重罪定罪和 94%的州冲罪定罪 都是基于认罪协议 而陪审团审判在当前刑事司法系统中 仅发挥边缘作用 外交事务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退选后 明确表示 在剩余的任期内 他将优先解决加沙战争 并恢复美国在中东的和平努力 拜登希望在离任前达成沙特与以色列的正常化协议 这可能有助于结束加沙战争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需要美国的参与才能达成协议 释放哈马 撕在加沙扣押的人质 并阻止哈马斯重新武装 拜登不仅希望结束战争 还希望改变中东的政治轨迹 这一目标与沙特的愿望一致 沙特希望通过与美国达成防御条约来对抗伊朗 而这需要与以色列正常化关系 尽管这一目标看似难以实现 但拜登政府的努力 可能会带来区域内的重大变化 包括减少宗教充 突促进经济和安全合作 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并最终改变中东的局势 多伦多新报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将在周三作为竞选搭档首次亮相 计划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为民主党造势 这次行程旨在巩固年轻 多样化支持工会的选民基础 这些选民在2020年 帮助拜登赢得大选 但今年夏天 由于拜登对以色列哈马斯 冲突的处理方式 特别是在密歇根州 这一联盟出现了裂痕 阿拉伯裔美国社区 和重要工会的领导人 对哈里斯的选择感到鼓舞 沃尔兹的加入 缓解了一些紧张局势 表明哈里斯听取了对另一位副总统候选人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西夏皮罗的担忧 密歇根州的民主党领导人表示 自从哈里斯宣布参选以来 民主党在底特律的热情高涨 底特律市长阿布杜拉哈姆德称 沃尔兹的选择是善意的右翼标志 雅虎美国报道 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竞选之旅 从威斯康星州开始 然后转向密歇根州 目的是在这两关键州 争取年轻多样化的选民 这些选民在2020年 帮助拜登赢得了选举 但由于拜登对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的处理方式 特别是在密歇根州 这一联盟在今年夏天出现了裂痕 阿拉伯裔美国社区和重要 工会的领导人 对哈里斯的选择感到鼓舞 沃尔兹的加入缓解了一些紧张局势 表明哈里斯听取了 对另一位副总统候选人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西·夏皮罗的担忧 密歇根州的民主党领导人表示 自从哈里斯宣布参选以来 民主党在底特律的热情高涨 底特律市长阿布杜拉·哈姆德称 沃尔兹的选择是善意的 又一标志 多伦多新报报道 哈里斯在选择 密尼苏达州州长 蒂姆·沃尔兹 作为竞选搭档的16天过程中 经历了一场紧张而快速的决策过程 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立即开始了 副总统候选人的筛选工作 由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和前白宫顾问 达纳·雷姆斯领导的团队 对9位候选人进行了正式审查 哈里斯和他的团队考虑了政治上的实际问题 以及他与潜在搭档的个人舒适度 最终 沃尔兹引起在密尼苏达州的政策和个人背景脱颖而出 在与沃尔兹进行90分钟的面谈后 哈里斯决定选择他作为竞选搭档 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仰慕的人 Yahoo!US报道 前堪萨斯州总检察长德里克·施密特 在周二赢得了堪萨斯州第二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 成功战胜了一群保守派竞争对手 成为明年进入华盛顿的热门人选 施密特在两年前输给了民主党州长劳拉·凯利 但现在他似乎已经在政治上重新崛起 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国家和许多堪萨斯家庭 在之前的联邦政府领导下更好 所以我期待着与特朗普总统合作 真正让美国再次伟大 美联社在晚上八点宣布施密特获胜 他击败了前特朗普政府官员杰弗卡尔斯 和前堪萨斯州触目协会主席肖恩·蒂弗尼 施密特将在11月面对前众议员南希·博伊达 博伊达在2008年未能连任后 这次以微弱优势战胜了来自 怀恩多特县的社区开发者马特·克莱曼 博伊达在竞选中依靠知名度和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声明 成功击败了由州民主党招募的政治新人克莱曼 博伊达自称为温和派 预计会在竞选中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满 他迅速与全国民主党保持距离 表示不支持允许夸性别女孩 参加与其性别身份相符的体育联赛 Yahoo! US报道 民主党人尼克·布朗和共和党人皮特·塞拉诺 在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初选中领先 塞拉诺以41.9%的得票率领先 布朗紧随其后 得票率接近36% 布朗曾任华盛顿西区的美国检察官 也是州长捷一英斯利的总法律顾问 塞拉诺是帕斯科市市长 并帮助成立了沉默多数基金会 一个多次但未成功起诉推移 凡州枪支限制的组织 现任总检察长鲍波·福格森宣布竞选州长后 这一职位首次在12年内空缺 三位候选人都强调了公共安全的重要性 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布朗关注枪支暴力和非法芬泰尼的增加 希望通过政策解决犯罪根源问题 塞拉诺也希望解决芬泰尼危机 并批评立法机关最近的毒品立法过于宽松 丁格拉则专注于解决性别犯罪 如贩卖和家庭暴力 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总统的前景 也影响了这场竞选 布朗和丁格拉都表示 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他们准备采取类似福格森的立场 而塞拉诺则认为福格森越权 并表示自己会减少立法推动 布朗在竞选中筹集了最多的资金 约150万美元 而丁格拉筹集了约130万美元 其中包括他上个月末投入的 25万美元个人资金 塞拉诺报告筹集了约22.5万美元 丁格拉因声称自己在京县检察官办公室请假 而受到批评 但该办公室的人力资源部门表示 他已不再受雇 三位候选人都强调了消费者保护 是他们当选后的重点领域 布朗和丁格拉还特别强调会捍卫堕材权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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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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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